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引荐工地 更是市府稽查重点 呼吁业者与市府携手共同维护老公安全 政府要公司协力 同时政府会采取联合稽查 这也包含卫生局 二者我也会加强我们的工地人员 工地主任的相关训练 发现的灾害类型 大概就是最多的大概就是坠落 失作的过程当中 没有立即把这些开口 把它做防护 老公朋友一不小心就掉下来 这是最常见的类型 工地里面经常要掉挂重物 那其中机器在掉物的过程当中 可能也要造成我们的掉车的翻覆 或者是掉挂物坠落 然后扎到我们在下面的工作人员 这部分也是我们要求的重点 另外在感电的部分 那很容易因为误出到 我们的带电体造成感电 他到我们熊工跟大处住的这个路口 大概是600公尺的距离 此外林青龙也仔细聆听简报 了解停车场的施工进度及设计规划 该停车场不仅导入环保绿建筑 还设置智慧化停车管理服务系统 更设有52处电动车停车庄 此外施工期间也提供熊工学生 食物教学机会 不但结合绿能环保 还能够达到教育的功能 这个工地是跟我们的熊工一起合作 一则是以后我们的车位 还是要提供给熊工的老师们 一些共享使用 第二个是在这个施工过程中 熊工也是非常有名 有建筑科土木科等等科 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的同胞商 上亭营造 以及他的设计建筑师 赵建民建筑师呢 都会在每一层楼的设计过程中 都来邀请学生们 就直接就地来实习参与 包括整个的浇灌 包括了布巾 我刚刚说的 我已经下令了 今年年底要并同 我们的轻轨营运的时候 同时启用 交通局表示熊工立体停车场完工后 将可以停放470辆小型车及171辆机车 改善当地停车供给不足问题的同时 也为轻轨及未来捷运黄线提供转程停车空间 目前工地实际施工进度已经超过35% 进度略为超前 预计今年底完工启用 连日豪大雨席台 造成新竹县竹北大梅里一处社区土石摊坊 480平方公尺的回天土坊 被判定为非法堆滞 石块压回围墙 波及三户 施工所协助居民预防性撤离 县府也要求地主献旗清除 要一送法办 走进住宅社区地上全市洪府泥宁 崩塌区域已经拉起封锁线 禁止民众靠近 竹北市大梅里社区 金船土石摊坊 波及三户紧急撤离 那我们发现呢 有三户是在安全防护 所需要离开的这个民众 那有一位民众比较晚下班 所以我特别也跟他沟通 希望他可以接受我们的安置 那后来呢 他在十一点半左右呢 也离开了 那进行了一个这个我们的安置 春雨席台 15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 瞬间雨市让中华路1483项 这处违法建筑工地土坊 应耐不住土壤含水量 两层楼高的土堆墙突然崩塌滑落 土石冲断社区围墙 路灯连同线路全被扯下青岛 竹北市长郑朝芳第一时间到现场 掌握灾矿 确认无坡几名宅 也没人员受伤 协调周边住家进行预防性撤离 据了解摊房约480平方公尺 县府判定为非法堆滞 要求行为人月底前限期清除 还要移送法办 追究地主刑事责任 就是整个那个围墙都被他砸断掉了 其实还蛮危险的 因为这个老社区已经三十几年了 他的建物也不堪这样一击 所以居民都很担心 所以在三月初的时候 他有一直跟里长做互动 请里长协助就是说 他这个土石有没有 会造成这里的安全性的问题 未经申请堆积回田土石 还用无挡土墙功能的混凝土块围城围墙 威胁附近100多户居民住宅安全 县府将依水土保持法依送地检署正办 5月迅期就要到来 做好防洪防灾 新竹县长杨文科会同二合局到重点防汛池 钩背水门来巡视 检视河川以及排水设施 近年来陆续加高堤防 设置置置洪池 淹水感测器等 透过监测系统 随时掌握水位情况 避免灾情 潺潺流水不断往下流 县府在汛池前加强防汛准备工作 会同二合局前往竹北钩背水门视察防汛工作 确保各项设施正常运作 我们平常对于汛池的准备工作都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看了我们的钩背水门的情形 那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新竹县最重要的一个水门 每年我们都会来把这些所有设施来看一看 特别是这个水门 它同时发挥了一个防洪的一个效果 它有这个自动的水闸门 也有电动的 也有手动的 可以应付各种不同状况的发生来备用 5月到11月是汛期降雨量最大的时候 县长阳文科到场巡视河川及排水设施 确保侠内水位监测站及水位警示系统正常运作 也说这两天大雨大致上没有灾情 仅有少部分地区有土石崩落 公务处每年编列600万预算 做抽水机防汛水门及水患自主防灾社区等工作 其中钩背干线的水闸门及两侧制洪池 曾发生台风淹水更列为重点区域 不仅加高堤防设置支洪池 也增加淹水感测剂水位站 透过监测设备随时掌握情况避免灾情 90年的那里台风 93年的那里台风 108年的五一区豪雨 也造成这个地区严重的淹水 那郭北排水也纳为一淹水的水系 那二二级跟县政府一起合力 那也投入相当多的人力跟物力 那办理排水路的改善 加高堤防设置支洪池 那也逐年改善这边淹水的这个情形 提前部署做好防汛准备 包含河川及排水设施整理与清淤工作 以及各项机具维护 要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不受天灾损害 台中购物节振行经济 去年登陆创下了300多亿元成六度第一 不过今天在市议会上 市长卢秀燕提出了重大改革 考虑将房地产去除购物节登陆资格 不过多位蓝银议员则强调 买车买房可保留 不过登陆金额上限应该下降 才能够提高民众中奖几率 台中购物节去年登陆金额300多亿 创下亮眼的成绩 今年度又再追加3.5亿的预算 不过在今天市议会面对 多位市议员对于预算提出质疑 市长卢秀燕回应将有重大改革 我今年有一点想做一个重大的改革 就是想要把房地产类剔除 房地产类剔除 就是我们的台中购物节 不适用于房地产 会让市长吴瑟燕考虑做出改革 就是在去年数据指出 购买房地产占了两成 买车约一成其余七成都是一般消费 被许多市议员质疑 购物消费并非振兴经济的做法 加上买车买房不管多少金额 最多只能登陆30万元 换算为600次的抽奖机会 大大降低部分民众中奖的几率 不过有部分蓝银议员则强调 买房子可以保留资格 但登陆上限金额应该下降 并将每笔消费限制 只能抽奖一次 让更多人有机会 可以抽到奖项 我觉得消费金额是不用去动 可是它的抽奖金额 必须要做限制而且一致 对于高单价的单一产品 我认为最多限制就30万而已 好不好 因为民众再次抽奖机会 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考量 金额一样维持在那边 但是它的抽奖的次数 只能到最高30万 我想这对全民来说 会更加的公平 要不然它一个汽车买卖 房屋买卖 土地买卖 哇 它可以抽 这么多次数的一个奖项 都会让所有的民众 感受到它自己的抽奖资格 被压缩 带动庶民经济消费 购物节仍是 仪式堂上的话题之一 市府也强调会将议员 质询的问题纳入考虑 让民众中奖的机会均等 更公平 发展绿色城市 新竹线U-bike 2.0 运转率位居全台第二 最近更是在主东镇 新丰乡 湖口乡 新增了50个站点 共计350辆单车 今天启用 有学校 火车站 公园等 持续到5月底 前半小时都能够免费骑程 坐上单车往前骑 新竹县长杨文科 率领竹东 新丰 湖口 三乡镇首长 一同宣告U-bike 2.0 绿色运输 今天正式启用 今天正式宣布 在我们竹东镇 新丰乡 湖口乡 从今天开始 正式的来使用 我们的2.0的U-bike 我们也决定 从今天开始到 5月31日指 我们前半个小时是免费的 那从6月1号到9月30号 这段期间 我们是前30分钟 是减半U-bike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 尽快的熟悉 怎么样来使用这个U-bike 特别是赶快下载这个app 可以来使用 代言人龙萱萱活力开唱 带大家唱游新竹 去年微笑单车 在竹北率先设点51站 受民众热烈回响 运转率仅低于台北市 全台第二 今年陆续在竹东新增18站 新丰14站 湖口18站 共50站 350辆单车 一年内全线建置 101站 790辆台车 站点主要为学校 火车站 公园和乡镇公所等 民众只要刷悠悠卡 或使用2.0app 扫描QR码 就能解锁骑程 县府也推出优惠不住 现在起到5月底 前半小时免费 6月1号到9月30号 前半小时只要5元 要增加运转率 现在已经有很多 有U-bike的城市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 外地来的 不论是他高铁 或者是搭台铁 他到了当地之后 他在火车站 他就骑了U-bike 就去一日游 那么他可以去很多 他以往开车 到不了的角落 那么也让我们一些 在角落里面的观光景点 就可以凸显出来 我觉得对于一个城市 他在观光方面的 心声的那个点 是很有帮助的 不只有优惠 焦虑处还推出 只要租借5次 就有机会抽中 游乐园门票等毫里 让通勤 通学民众更方便 也为观光交通加分 促进发展绿色城市 一直以来 这么努力撑起这个家 一定很不容易吧 这个世界不存在 完美的父母 因为爱 是无法被评量的 保护孩子 不是争论谁对谁错 而是付出行动 同理为人父母的心酸 给他们更多的 关心和支持 挺父母 陪孩子 浮起整个家 No more sorry 台湾市警察局统计 去年的科技执法 达到了24万5千多件 比前年多了将近2万件 民众受到罚单之后的 申诉案件也跟着增加 市议员谢美英 就呼吁警察局加强宣导 并检视耗制规划设置 是否有瑕疵 并没有挖洞给用户人挑 为了降低交通事故死伤人数 台湾市警察局在重要路口 设置测速照相机等科技执法设备 根据统计 去年科技执法举发达到 24万5千多件 比前年多了将近2万件 市员谢美英呼吁 应该先宣导并检视交通耗制 不要挖洞给民众跳 民众向北析反映 他出来差到进入青浦 他到桃园 就因为上班每天通勤 往返台北 同一个路段 没想到科技执法 他每天一张单连吃一个月 他根本不知道 那个路段有做一些调整 我们做科技执法的路段 第一个宣导 第二个先去检视 他的号制标线 有没有瑕疵 有没有挖洞给用户人跳 这个我们要先去解释 不然事后再来走申诉 其实对我们警力 也是一大负担负客 市员黄昂如指出 有些地方罚单件数特别多 应该通盘了解造成的原因 才能有效改善危险路口 所以我希望你 对于这个罚单开多的 这个点 希望你们能够配合交通局 能够做一个考量 不是叫你拆掉哦 为什么这边 这个民众处罚的这个机会 这么多 好不好 不是叫你拆掉哦 不然的话就枉费了 科技执法的意义 警察局表示 已经建制交通科技执法中心 预计今年四月底 完成验收搬前进驻 针对科技执法设备资料 进行分析 并结合违规申诉资料 滚动式修正 期盼能改变驾驶人违规行为 提升用路安全 台湾市议会定期会上 多位市议员针对 新兴毒品和黑帮入校 吸收青少年学子等议题 提出了质询 呼吁警察局加强防治 杜绝毒品和黑帮的危害 营造少年安全成长环境 是台湾市警察局 重点工作项目之一 不过新兴毒品不断推陈出新 流窜进入校园 市议员张桂棉呼吁 加强防治毒品入侵校园 将少年药头 这些能够把它救出来 然后减少这些新兴毒品的困难 另外就征对一些营业场所 我们也加强机场 能够从这些营业场所里面 如有涉及毒磷吸食的 这一个部分 我们也加强林检跟扫荡 好我想不管是宣导或是去加强的这个气补 这个还是需要警方这边继续来努力好不好 不止毒品进入校园流窜 黑帮势力也入侵校园 致凭专案案件当中 屡屡发现帮派吸收学生参加黑帮活动 宣传委业呼吁警察局高度重视 那关于我们黑帮涉入校园 以及吸收青年学者这个部分 警察局我们有没有针对这部分 做相关的防堵的作为 跟议员报告 这个青少年加入邦派 这是我们很担心 跟独立一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只要在发现在破误的 组织犯罪这个案件里面 就像这一次凭证这个案子 里面也有一些 所以我们就会特别珍贵 这些协商这些青少年 黑帮和毒品经常牵扯不断 流窜进入校园 危害青少年身新发展 警察局表示和教育局 每季轮流召开联系会议 维护校园安全和防范药物滥用 同时持续加强进化校园周边环境 随着肺炎疫情解封 苗栗县的肠病毒却有攀升的趋势 防治已降低重症 并提供更良好照顾 卫生局整备县内三家 肠病毒重症责任医院 包括围攻大千苗栗医院 提醒肠病毒传染力强 一定要加强清洗手 气温逐渐转暖 肠病毒早已寸寸欲动 根据苗栗县卫生局监测统计 急诊就诊人次 分析上一周67人次 比起前一个礼拜的46人增加 上升了31% 推估肠病毒将进入流行期 像肠病毒71型 还有D68型 以及Kosaki A型 它都是不同行别的 那通常在社区里面 它都会一直在活动 那疫情的传播的风险 都一直都是存在的 需要提高这个警觉 那重症的责任医院 我们现在目前在苗栗县 准备的有三家 也就是我们的布里苗栗医院 维公医院以及大千医院 那卫生局这边呢 也持续的透过辅导辅房这些医院 以及跟他们一起合作 办一些研讨会 来强化我们整个医疗的服务品质 全国目前累积两起重症个案 苗栗县虽还未传出病地 但仍不可胸懈 包括苗栗市的布里苗栗医院 大千医院 以及投屋分市的维公医院 卫生局已经完成三家 肠病毒重症责任医院的 准备工作 强化医院服务的同时 也加强卫教宣导 呼吁家长孩子们 一定要注意洗手清洁 大多数的症状都比较轻微 跟感冒差不多 那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呢 就是要正确的一个洗手 如果家中呢 有婴幼儿 经过我们医师诊断 他感染了这个肠病毒的时候呢 应该要在家休息 然后不要上学 而且尽可能不要让儿童呢 跟其他的儿童呢 同事 避免减少这个感染的机会 确实把手洗干净 不把病毒带上身 若是身体不适 徐立即到医院就诊 以免错过治疗的晃清时间 72岁的李女士 不咽不酒 无相关的肺癌家族史 但是却意外发现 左上肺液有0.6公分 毛玻璃肺节节 长大到0.8公分 台龙荣总运用电磁导航系统 克制3D立体肺部气管地图 为病患设计出个人精准医疗 患者恢复情况良好 72岁的李女士 不言不酒 没有相关的家族史 却发现 左下肺液有约0.4公分 及左上肺液 0.6公分的毛玻璃节节 直到2022年 左上肺液长大至0.8公分 由于左上肺液毛玻璃的病灶结构 较为松散 且离胸病有一段的距离 因此中荣建议使用电磁导航定位系统 结合微创胸腔镜手术 病患术后 恢复良好 在第四天出院 台中荣总运用电磁导航系统 结合复合手术室 一站式的定位及微创手术 克制3D立体肺部气管地图 打入标记的影光药剂 相照传统的断层导引定位 降低了气胸的风险 在2021年的时候 复合式手术室已经完成了 那病人不用就是来回的奔波 放射科跟手术室 那直接在手术室完成一站式 就包括定位加手术这样子 对 它是一个电磁导航 我们就把它想象成 它是一个像我们开车用的GPS系统 只是我们的地图是用断层 然后它就可以告诉我们说 你在气管里面 这边有两个洞 你左右边三个洞 左上面 它就带着我们一路跟着气管走 然后找到病灶 所以我们可以对病灶 做一些定位啦 做一些处理 台中荣总运用电磁导航定位量 已超过50例 成功率高达9成 可定位的最小病灶约0.4公分 也为病人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平日里重力闸门 扮演防训守门员的重要角色 为了强化抽水站的防洪功能 新北市水利局 泰患老旧的重力闸门 吊门机等设备 目前已经更新将近三分之一处 预计五年就能够全部完成 每年五六月的顺旗即将来临 水利局为了强化抽水站的防洪功能 泰患老旧的重力闸门吊门机等设备 更新后大约可以增加五到十分钟的应变时间 这次的话我们更新的踢杆室的吊门机的话 其实也加快了就是防训的速度 那这一次踢杆室的话 其实我们也增设了一个叫做自重下降的功能 也可以增加我们防训人员的应变时间 至少五到十分钟以上 水利局表示 重力闸门肩负防训守门员的重要任务 当体外的河川水位高于雨水下水道时 就得利用闸门防止河水倒灌市区 平常的时候我们重力闸门其实都保持开启 那当市区的水位高于 就是我们堤防的水位的时候 我们重力闸门都开启 那其实像台风天或是下雨的时候 我们因为会担心就是体外的水位高涨 倒灌到市区 所以我们都会关闭重力闸门 所以重力闸门也是肩负防训守门员的 最后一道角色 新北市共有152处 使用20年以上的老旧闸门 目前已更新52处 预计五年就能将老旧闸门 全部太旧换新 其实在收到现封以前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国民法官 那个当下其实我有一点害怕 我真的能胜任吗 法官都很细心的告诉我们 下一个步骤是什么 现场的人他是专业的 你怕什么 气候变迁 异病影响 缺氮潮 迟迟未解 为了从根本解决问题 农委会投入了三年10.5亿元的特别预算 推动188场的机设改建升级 因此立委杨琼英就邀请农委会到台中大雅区 与50位基农面对面 举办任性经济机设转型升级的说明会 真的好难买 受到气候和疫病影响 这波缺氮潮还看不到尽头 而全台弹机又有八成都是传统开放式机设 很难因应气候变迁 为了从根本解决问题 立委杨琼英就邀农委会到大雅区与基农面对面 举办机设转型升级说明会 盘点目前在台湾 总共只有8.3%的养鸡场是现代化 因为只要一个禽流感全数扑杀 扑杀之后大概要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再有鸡来生蛋 这一段时间当然蛋会不够 所以我们就要求我们的政府盘点出来之后 第一个我们从机设升级版现代化 那原则上一个场次 从450万到1000万的一个补助 那我们分三年起10.5亿的经费 说明各项补助标准以及申办流程 未来三年中央编列了10.5亿的经费 开放给在养规模5万之以下 每场补助50% 从机设重建到投入智慧永续设备等 鼓励升级成非开放式密闭水帘情社 要降低疫病传染提高生产管理效能 面对这八九十%还属于传统式的机设 那我们这一次在整个特别预算里面 那我们大概是编列了188场的机设 来做一个改善跟更新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农民朋友 如果申请非常踊跃 那大家改建的企图心也非常的强 那我们相信在之后 我们也会陆续来跟行政院来争取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整体的一个情色 现代化升级改善 能够最少做到50% 当然啊这个升级政府补助的话 我们淡容的话是 当然是欢迎嘛 但是你要针对问题 从总机设备到饲养管理到机份管理 全部都有一点问题 对 那么你一个环节差一点点 一个环节差一点点 一个环节差一点点 差到来就差很多了 从源头解决问题 希望透过增定SOP 让机农更清楚申请流程 强化家庭验的韧性 降低不可控因素影响 要稳定鸡蛋产能 为了协助零售服务以及餐饮业者 数位转型 跟上亿后回流经济 新北市金发局 举办新零售技术应用小聚 邀请数位转型协会 与数位服务供应商 讲解应用方式 帮助业者规划未来 数位化进程 为了协助零售相关业者 掌握亿后人潮回流经济 新北市金发局 举办新零售技术应用小聚活动 邀请专业师资 讲解如何将数据变成现金 门市管理效率 及品牌会员经济 协助零售及服务 餐饮业者数位转型 我们今年还特地针对 新零售的部分 做一些转型服务 那今年的主题 主要是有数据的变现 高效营运跟会员经济 等三个面向 那透过他们的一些流量的成长 还有数据的变现 来打造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消费的场景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 三场不同的活动 除了做一些 对于业者来说 除了做一些诊断 那同时做一些 媒合的活动 希望透过我们这些零售服务 跟餐饮的业者 能够掌握数据 然后创造更好的一个 和个人消费的商机 活动邀请到数位转型 联盟协会 智能科技公司等专家 及服务供应商前来收客 提供数位进程规划 让业者参考 有很多的像小店 他们可能就是从LINE OA 就开始做嘛 可是他LINE OA做了之后 他就发现说 他的会员数变很多的时候 那我现在的会员 我可能我要发简讯给他 发CRM给他 然后跟他做更多的沟通 那我可能就要开始接我的Track Bar 这些Track GTP 然后Track CRM系统这些 他就开始一直衍生 他或者甚至他要自动创这些内容 就非常 我要做更多的分析 我可能要用Python做 这些大数据的工具 我要做分析 我要找网红 我用网红平台 去做更多的分析 我的行销的进展到哪个地方 我需要用哪些工具 来去辅助我把行销做得更好 辅助我把数位收入的部分提升 辅助我把品牌做得更好这件事情 4月27及5月3号 还会有两场小聚活动 欢迎零售及服务餐饮业者 上新北京发局脸书 了解活动资讯 五一劳动节就要到来 肯定劳工朋友们 在工作岗位上的卓越表现 新竹县举办模范劳工颁奖典礼 有的工作36年以上 也有从事餐饮的生长员工 在各领域都有杰出的表现 超过200人获奖 获奖劳工依序上台 接过新竹县长 杨文科手中奖状 五一劳动节前夕 县府举办模范劳工颁奖典礼 肯定他们在工作岗位的卓越表现 选出的模范劳工可以讲都是在企业界里面 是表现非常卓越的 而且是非常努力的 得奖的 今天除了模范劳工以外 也有志工 提升劳工福利和工作环境 县府每年补助县总工会将近900万 办教育训练和活动 并开办劳工大学规划数位充电 创新创业职业体验 职业发展课程 典礼上超过200人受奖 包含46位县级模范 20位模范外国劳工 以及三位机油生长劳工等 其中黄清禾任职花王 工作认真负责 36年始终如一 模范劳工张秋荣 餐饮服务八年 从结账 餐饮制作都难不倒 教荣可局是他给顾客最温暖感受 同样获奖赞扬 未来希望可以朝着自己的梦想 然后去努力 希望能跟公司一起成长 然后公司更能作壮 然后开创永续经营的精神 这次也颁奖给四位模范劳动志工 与机油劳资争议调解人 共同喊出 五一有你就有力口号 祝福各行各业 劳工朋友 劳动节快乐 迎接五一劳动节 高雄市劳工局 除了举办模范劳工 继机油工会表扬 还有职安论坛 以及一系列的健康休闲活动 另外国内劳动力吃紧 劳工局也规划就业媒合 并鼓励中高龄长辈 贡献职业经历 再创人生另一个高峰 南岛五级 充满生命张力的几股表演 为高雄市劳工局 迎接五一劳动节系列活动 揭开序幕 劳工局今年以高雄印 劳资Win作为主题 在劳动节前后举办 多场动静态活动 除了模范劳工 继机油工会表扬大会之外 为了宣导职场安全的重要性 也办理相关的体验活动 另外提升产业竞争力 劳工局今年也跟台积电 慈善基金会合作 5月20号将举办大型的 争彩活动提供劳工朋友大礼多 另外随着国人申请退休年龄逐年下降 导致劳动力吃紧 劳工局也鼓励中高龄民众恶毒就业 贡献 质押的精力 平均寿命也大幅的增加 我们也还有很黄金的岁月 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早的离开 我们的工作职场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给我们爱丽 在工作职场 在继续贡献心力的 我们的劳工朋友 我们在高雄市 有设立一个银法祭典 我们鼓励我们的中高龄的银法族的劳工朋友 我们在把我们的宝贵经验 投入到我们的企业发展 大家一起努力 请起到 高雄一 劳资云 劳工局今年针对劳动节 总共规划了五项大型活动 除了听年轻人找工作之外 包括外籍人士 身上朋友 劳工局也提供了多元创业平台 帮助厂商寻找人才 以及协助民众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另外也针对高中职学生 办理职业探索 以力踏出社会之后 选择适合的职业 苗栗县企业家林国阳 秉持羡慕林徐香妹 记住弱势的遗训 回馈香里传递爱心 捐赠30万元给县政府 作为教育经费使用 县长夫人陈美琪率县府同仁 出席告别式致意 颁赠感谢状 表扎母子对苗栗教育的用心与温暖 苗栗县长夫人陈美琪 县府教育处主管同仁等 一同演唱致意 感谢在地企业家林国阳已故母亲 林徐香妹女士 生前长期关心社会弱势 如今更延续打爱精神 捐赠30万元给县政府 作为推动学校教育发展使用 代表县长来这边 跟领导夫人致意 那当然也非常感谢他 捐赠30万的这个基金 然后给我们教育处 然后能够帮助 比较偏向弱势的小朋友 非常的感谢 企业家遵从母亲遗愿 将爱心付诸行动 县长夫人陈美琪特别回赠感谢状 未来善款将由教育处充分运用 协助弱势生减轻就学负担 徐老夫人他在世的时候 对于我们的一个学生 其实也真的非常的疼爱 那今天这30万的一个遗案 我们也会用在就是针对就比较弱势 需要协助的一个孩子 那包含可能在生活上 或者是在早餐晚餐等 这个区块需要协助的部分 我们也会好好的运用这30万 让他的遗爱能够让我们苗栗县 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受到庇佣 捐赠仪式在告别室中圆满举办 场面温馨隆重 而这股暖意不仅给予弱势学子 最直接的帮助 以为苗栗县创造善循环 传递五思正能量 我是气象达人冯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冲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结尾用水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收集起来的水累积起来 用来浇花 擦拭家具还可以拖地哦 一水多用 节水可以很轻松 响应世界地球日 台湾高铁与林物局合作 举办共职美好低碳永续行动 在桃园台中和左营三个车站 同步发送台湾原生树苗 让民众带回家众 实现生态永续发展的目标 高铁桃园站今天举办共职美好赠树苗活动 准备了一千两百株台湾原生种的树苗分送给民众 透过他们之手一起来美化大地 没有随机都可以 因为是台湾的原生种 我们很支持 中间那种在哪里 种在家里面 就响应这个活动 那学校这边呢 因为新的校舍完成之后 现场基地呢 很空旷 那其实很需要 植栽领木的一个种植来绿化 那我们今天获得这一批正贵的台湾的原生种树苗呢 回去之后呢 会跟着学校的老师跟小朋友呢 去共同去种植 然后为我们地球种下未来的希望 今天的赠苗活动还安排农业解说员 介绍种树的知识 来聆听的小朋友也一人带回一盆小树苗 回家和大人一起植栽 刚刚有没有领一盆花 有 有喔 要带回去给妈妈对不对 给阿嬷 也是给阿嬷 要种在哪里 阿嬷家的田 要种在哪里啊 我家门口 为什么 阿嬷会喜欢 会喜欢喔 你门口种好多对不对 而且嘛 对 很多花 然后还有很多植物 响应世界地球日 台湾高铁与林物局合作 同步在桃园 台中 以及左营站发送树苗 总共送出3600株 将这些小树苗 种植在合适的地方 让台湾的未来绿意盎然 公司跟林物局合作 特别选在地球日的前一天 办供业好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我们在 高铁桃园站 台中站跟左营站 就是准备了 宝岛原生树苗 发放给旅客 那我们希望这些树苗 有机会通过高铁列车 在台湾的土地成长茁壮 发送的树苗 采用可分解的育苗盆盛装 民众可以直接将育苗盆 放置在大盆子里面种植 环保又方便 那照顾的时候呢 其实三五个月会建议 移一下角度 让日照的角度不同 直摘照顾日照的方向 就会不一样 这些方法不是针对某些植物 而是所有的植物 应该都会可以适用 春暖花开的季节 最适合种树 高铁邀请大家响应绿化行动 在心中种下环保的种子 也让台湾的未来 能够永续发展 为了响应世界地球日 台湾高铁与林务局合作 举办共职美好活动 今天在台中高铁站 要送出1200株 四种宝岛原生树苗 给在场的旅客 每人领一株 出示电子票券 可以再多领一株 要用实际行动 爱护地球 民众在高铁台中站 大排长龙 这不是在买车票 是为了领取原生树苗 认真挑选着 自己喜欢的植物 准备带回家细行栽种 刚好路过而已 就下车 看到这个活动 没有但母亲很喜欢 所以就想说带回去一个 那我们美国人 突然间发现 好多人在排队 就来凑热闹 发现说台湾 现在在发免费的植物 我们就觉得 哇真的很巧 这样子我们也可以 给我们的亲戚 那我们就觉得说 排队一下 拿到土肉桂 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现场植栽有1200株 包含山鹰花 土肉桂 灰木 以及白水木 共有4种台湾原生的树苗 为了结合世界地球日 高铁台中站 与东市领馆处 送出适合台湾 栽种环境的树苗 给现场的旅客 每人可领一株 活动短短2小时 几乎全数送完 这次贡值美好的低碳永续活动 我们高铁公司主要发送的是台中原生的树苗 那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也可以让这些树苗搭着高铁到各地 那一起响应这个绿色生活的活动 今天配合高铁公司提供土肉桂 山桂花 灰木跟白水木 各300株 我们这次提供的都是容易照顾的台湾原生树种 那民众可以自己在家里照得到阳光的阳台 或者是庭院都可以种植 为了响应环抱 鼓励五指化 只要出示高铁购票APP的电子票券 就能多领一株 现场也不提供塑胶带 要用实际的行动 爱护地球 台中市民野餐日迈入了第二届 将在5月7号登场 今年除了扩大山海屯城办理之外 更在今天发布野餐日主题曲 由歌手施孝隆的儿子施绍雍来填词作曲 唱出台中的美好 要民众一起来赏花踏青 共度优先时光 木吉他弹着勤快的曲调唱着台中野餐日 我们就一起走发 听着听着就如置身在舒服的草地上 享受着慵懒无拘束的假日时光 这是5月7号即将登场的台中市民野餐日主题曲 那今天呢我们做的发表了这次的一个主题曲 特别请了我们非常知名 而且大家非常耳熟的 我们的施孝隆 他们父子还施少庸 为我们来今天来做这样的一个露出 那我们也有一些短影 我们希望台中市在打造我们美乐地公园 还有我们一年一度的野餐日 能够给我们所有的台中市民 还有好朋友们非常快乐这样的一个饗宴 小朋友与各局处首长一同完成餐点的制作 迎接野餐日的到来 第一届受到极大回响 银额办理第二届 这次更扩大到了山海屯城 由四处公园规划野餐 像是中央公园 葫芦敦公园 熬丰山公园 平陵森林公园 打造不同的特色主题 与以往不同的是 今年更规划了野餐日主题曲 由歌手石孝容的儿子石孝雍作词曲 歌词结合台中在地特色 发布当天父子更合体 为台中市民野餐日来站台 我想说每次野餐 我们都会带着我们最亲爱的 那我就希望我最亲爱的儿子 能够带着他最亲爱的老爸 一起来参加整个亲爱的野餐节 这首歌我想说就是要走轻松的 也不用说做得太重或怎么样 我觉得就应该蛮适合野餐的那种状况去听的 而且我感觉台中就是有购物节 就是有钱 然后有野餐节有闲 然后又有决策音乐节是有品味 我就觉得很棒 与亲爱的人分享美好时刻 台中市民野餐日邀民众享受美好的亲子时光 同时也呼吁参加活动响应环抱 在快乐的日子当中也能够一同爱地球 为让偏乡小校学生透过阅读打开世界的一扇窗 苗栗县大湖乡东兴国小获得冯甲建筑系81届同学会 号召企业捐助将校内废弃厕所 改造成为一座结合阅读与食农教育的书屋 取名为玛纳邦完工启用 苗栗县大湖乡东兴国小 是位于玛纳邦山脚下的小学校 创校63年 原在校园一角的厕所 因为学生人数减少而废弃 现在经过冯甲大学建筑系81届同学会的建筑师们 动手设计改造 并号召包含了人寿家居装潢花艺公司 朝阳科大学生与企业家赞助下 已经摇身一变成为白色的山中书屋 近来完工在4月22号正式启用 带给社区和学生一个全新的阅读活动空间 冯甲建筑系他非常认同说 我们在偏乡地区 让孩子能够有多阅读的空间 然后提升孩子的一个阅读风气 他们是非常的赞成 于是这个计划就开始启动了 感谢企业把关怀触角带到偏乡学校 针对这个新空间 学校也多了很多活动规划的想象 让学生学习活动更丰富 那我们目前把它定义为 它就是一个书屋食堂 那未来呢孩子可以在这个书屋食堂里面上阅读课 上写作课 也可以在这边呢上食农课 那像我们学校有种植草莓 那有种植青菜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帮让小朋友来做这个食农课程 对这栋马纳邦八一小书屋 学生们都很满意 结合社会企业界的爱心 推广阅读 打开偏乡学校认识世界的一扇窗 同时里头还有瓦斯鲁级烤箱 可做食农料理体验 改善旧设施 规划新用途 为东兴国小的学习体验 开展更多新的契机 导盲犬小栽腕 导盲犬会定期健康检查 不用担心传染病的问题 它们专心工作的时候 千万不要打扰 甚至是触摸喂食哦 根据法规 导盲犬可以进入任何公共场所 记得要对它们展现友善欢迎 期待大家更了解导盲犬 导盲犬也能感受到大家的友善 营造友善导盲犬环境 视障朋友行走更放心 挥别疫情 睽違三年的苗栗县端午龙洲锦标赛 6月22号将重磅回归 这一次竞赛分为社会 轻功学生以及休闲主 共据征选42支队伍参加 主办单位竹南政公所 广要民众纠团报名 一块热血竞技夺冠军 苗栗县线龙洲锦标赛 去年恢复办理 又因疫情紧急喊咖 主办单位竹南政公所宣布 今年这项运动盛事 将在6月18号举办点睛下水 6月22号隆重登场 即日起开放网络报名 连续三年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今年疫情已经解封了 那我们也持续来办理龙洲比赛 毕竟前苗栗县就出在这边 就持续有在办理 即将西港已经几十年了 当然搭配在动物节那天 那可能每年都是这样做 因为去年好像没有办 但是我们即将西港还是持续 比赛地点与往年一样 在中港西畔龙洲马桶举办 组别规划有社会 轻功学生及休闲组 共计42队 每队参赛补助6000元 冠军最高奖金6万元 不止奖金优货 活动当天还有丰富市集 与亲子去为游戏 它的总奖金是38万 当然有分这个好几种的类别 那有社会组 轻功组 学生组 还有休闲组 总共42队 那我们欢迎有意参加的 尽快来报名 每队参加的补助金是6000元 当然最高的金额是6万 培养团结力融合逐南即将西港文化的民俗盛事 会为三年恢复办理 期待已久的民众 5月12号前赶紧纠团报名 在充满挑战的水道上 感受刺激精彩的活动风规 桃园航空城开发 进入实质征收开发阶段 当地信仰中心 福海宫也已经搬迁 不过前程的信徒 号召搬迁户22号回娘家 参加辅信王宫来台 170年庆祝祭祭典 活动现场还可以看到 明华园歌载戏和李天璐布袋戏的精彩演出 福星王宫来台已有170年 目前仍坐落在主委里 守护当地的民众 即使主委里因航空城开发计划关系 当地民众大多搬离了家乡 但前程的信徒还是回到主委里 为福星王宫来台170年举办祝寿典礼 这次活动主要是 庆祝主委福星王宫来台170年 周年跟他神明的1411年圣诞前秋 那活动呢最重要是在22号 也就是礼拜六的上午 农历三月三出山的上午呢 庆典筹备总干事陈建松表示 22号当天除了有摸彩活动 将会摸出限量神明令牌 还特地邀请到知名名华园歌载戏 鱼里天璐布袋戏 现场演出给信徒们看 那注册典礼完了以后 我们提供摸彩饼还有一个神明令牌 这个令牌很漂亮 我们300个这一个要500块 现场给人家摸彩的 那这个完了以后就有个平安餐供应 那我们就是有准备了社区200份 我们这边准备了300份 这个现场找到的人就可以领到这个平安餐 那下午呢马上就明华园跟 布袋戏跟明华园的一个演出 复兴王宫祭典将在22号早上开始 届时将有许多宫庙特地前来一同共襄盛举 当天也会有不少搬离主委的搬迁户回娘家参与活动 一同为复兴王宫筑手 新北市三峡区以蓝染及茶叶文明 但是您知道吗 他们其实可以融合在一起 三角泳文化协进会展出三位老师 利用蓝染技术制成的茶具配件 有透过云朵呈现自然风光 渊山山林田园之美 还有三峡和蝉蝉细流的意象 为品茶增添的风情 利用云染技术将布料反复染色 做出如云朵领片般的图样 希望在饮茶时让人有自在有凉爽的感受 看起来就蛮特别的 就然后在那么眼热的夏天 就看到就蛮也蛮轻松的 对啊 就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糟了 如果你把这个图案弄满了 我们摆茶具上去的时候 会觉得比较乱一点 所以我把中间的空出来 加上这个点点啊 有点像那个茶飘香的那个氛围在 那用上这个壶呢 我喜欢让它淡雅一点 因为蓝色本来就比较冷 比较深 所以我选的茶具是这样有清凉的感觉 身为在地三峡人的吴佩慈老师 将自然田园生活结合蓝染技艺 呈现在布料上 你可以在它的这个作品上面可以看到 它会做出有点像是森林的感觉 就像我们可能去 原山步道行走的时候 都看到树木一样的感觉 当然再加上说一些银杏叶的一个搭配 行染做出一些银杏叶的搭配 又可以看到小东西 小的银杏叶 那也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广阔的 这个大自然的一个想象这样子 王淑宜老师以三峡合作为发象 全长450公分的茶席桌旗 凸显河流绵延不断 支撑在地的意象 在里头它用了像是炸染的方式 还有这个撒辣的方式 来呈现包含了水的流动 还有水滴的感觉 河流感觉 所以我们可能在使用这套茶席的过程里头 在喝茶 就感觉到很像是在三峡合旁边 在喝的茶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说非常的贴切 然后也非常生动活泼 三角用文化写进会议展出 三位老师的作品 从即日起展出到4月30日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三峡染工坊 以及民权八四二欣赏 以上就今天的Tnews年博网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芳暖 祝你一切顺心 我们再会